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带给您的对局呢 是由黑龙江的赵国荣,直红旗呢,对阵江苏的学天红 应该说这两位呢,也是一队呢,老对手了 年龄呢,也非常接近 出道呢,当然是赵国荣,赵老师呢,稍早一些 那好,我们来看这盘对局的经过 这盘起立短小金汉,双方以中暴,对屏风马不拒 也是近三兵,跟前面一盘系 吃都屏风马 这台旗呢,也应该说硕套了一个记录 这什么记录呢,就是在历届五阳碑当中呢 应该说是最短的这盘对局 而且是分胜负的,对方逐一集 以往的这个五阳碑呢,就包括这一届的五阳碑呢 给我们的这个印象,就是双方这个力量都比较大 对,然后这个纠缠的呢,都比较紧密 徐老师其实有的时候那种风格也是敢于那个大刀寇府 就是放手一搏的那种 是,应该说这盘棋,这个徐天空,徐老师呢 主要是在这个后边的一个干细腻的地方呢 细节上翻了一个小时 没有仔细去看 结果非常不幸的 被这个对手呢,紧用了十九规合呢 就杀下了马来 应该说 这个棋呢,也值得呢,大家回味一下 三兵系列,红方走区九金一 区九金一 那么黑王这个时候就主动变招了 对啊,他下的是什么 主流变招是三向七向 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旦期完全不一样了 拔灯边兵 黑炮,红炮打光 这个登足呢,走得也比较少 主要的战胜目的呢,就是想破坏一下红方这个阵型 对啊 就炮出来以后背飞向,这样有一些利用 接下来黑方走区九金三 这个掌区呢,也非常关键 如果你直接飞向 你直接飞向,这个地方有一打 对,红方这招戏很大 这招戏打上以后呢,将来一打你这个马 那边变成无根鞠炮,以后这边主尾是先手 甚至将来直接鞠九平二,就得子 顺便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专属手段 他将来一打,假设啊,当然红方要... 现在当然是轮到黑方走起 就是,红方有这种得子的手段 嗯 因为我们大家呢,可能对鞠的正法呢,也比较熟悉 是 这种手段呢 这等于一退离鞠,就把这个冰炮给擒 正好,就是这种霸王鞠呢,就是一种夺子的,惯用的手段 嗯 因此呢,这无根鞠炮呢,还是有比较多的顾忌 光是你的炮,封进来,也一样 所以说,黑方呢,这个项呢,是必须要补 但是现在呢,却不能补 不能现在补 所以他先掌军呢,来护住一下自己的这个,啊,竹林,红方,这个组局扣累 这个地方呢,到底走什么好呢,呃,也确实比较难讲 包括赵王鞠自己,他还走过G9平8 对,有7种平8 对,有7种平8 对,包括 那他本局呢,他选择了 G9平6 那黑方同样,现在也不能飞翔 那还是怕这个炮几下 对 那么黑方呢,既然是项目不能飞的,中度索而恐怖 而且这个地方呢,这个帮炮也不能动 那你这边有一个空档啊,也容易被人家挑双 对,这切双很厉害 所以黑方要,稳住自己的正脚 我们放G2平6 同样的黑方这个时候也没有相机进入 对,因为相机进入还是存在这样的一些手段 对 比如说,毕竟那个无根区炮很难 然后黑方呢,把这个炮呢,合在尸角上 嗯,炮瓶四 对 那这个准备工作都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下不齐好飞下 把这个阵型呢,走稳当了 对 那说徐老师的旗呢,他有时候下的也非常扎实 这个,特别是在80年代中后期到9年代 在这么十一年当中吧 他的布局是比较领先的 对 而且对这个三滨呢 他也应该说 他比较有心得 对 走的也很多 他这个先手呢,棋走的也比较多 他之所以采取这个走法呢 我想是对这个棋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 是想再下出一些变化来吧 因为徐老师的布局还是很娴熟的 他走马三进四 上马 对 配方,左向你飞 不向 配方鞠 鞠上,如果要吃兵的话 这也是一个考虑 嗯,就是前行吃兵 对 如果你飞呢,我再吃 就杀你了 对 但是鸿方呢 赵古龙,赵老师呢 他也并没有去急于动这个 这个右鞠 总感觉这个鞠 压着对方这个鞠马炮呢 就在空间上占这种 也是比较大 对对对对 因为你让开他有可能成个底炮啊 就不一定跟你交换这个走 他这个炮呢,被捉 必然要动 鸿方顺势的把这个炮呢,推进黑方的这个阵地 对 炮进三 但是走到这呢,就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这个中鞠鞠 好,到底怎么走 这期很难说 鸿方的可能对黑方的压力就是在这个右翼 那黑方也有一点点补偿 就是边线的这种补偿 黑方呢 这期就是说我走什么都可以 对,比如说冲个边走 中鞠鞠,下不期我在鞠鞠鞠再把这个腰道啊,给站住 或者鞠鞠瓶子捉一下 看你这个炮去哪 对 都可以 都没看出这个明显的坏气 徐老师都没这样下 他下了一句八瓶六 这样一个脱身 这个脱身呢 这个也是大多数骑手呢 愿意这样 嗯,知道这有这么一手段 对,对,对 因为他感觉到左翼这个压力比较大 嗯 如果走泡八瓶九 这个也是,不适为一种走法 嗯,也可以考虑吧 就是说,因为毕竟鸿方的这个鞠都很明 你这边显得有点空 就包括以后马斯金三渗进去啊 什么,这样显得有点空 就这么走呢 好像鸿方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手段 特别明显是没有 现在 嗯,但鸿方要强一点 有可能吃 有可能吃 文件,进去呢 嗯,如果对掉 我把你对掉 嗯,嗯 好像也没有什么 如果你马上进去 想我就 它有金丝打出来 对 你捉我就马上进去 好像以前类似的这个针型 也有人吓出来 但是这个鞋呢就是 它有一个什么担心呢 就是以后鞠,鞠六瓶八的时候 嗯,它是怕将来这个炮有这个锁 锁的话,火锁还要再退向 嗯 它可能有这个担心 嗯 那这个鞋呢 嗯,也许其他的机首在 以后的对于当中呢 会有些新的尝试吧 那这个实战 徐老师下了 已经七八瓶六闪生 七八瓶六 嗯,它本身这个作势也不错 马斯丁三一灯 然后它这炮呢 直接退到底线 这底线以后 炮八瓶七瓶够的够大 这个鞋呢 就作为洪光来讲 如果要不想丢这个三冰呢 嗯 它其实有可能可以考虑 退回来 退回来 同样有这个 对 马森尼的这个偷袭 这种战术 对 但是洪光呢 实战当中下了 在洪光中照常说 它也走的比较执着 很强烈 它就是 针对对方这个战术意图呢 它又是 就是背部紧逼 全线压制 G2G2又压进去了 它这个是有战术企图的 嗯 我们后来可以看到 这条旗的作用 对 对方偷袭一打 对 反正这个马呢 这个马 当然郭三兵不好 郭三兵被他飞掉了 那只有这一个好点 你一脚 并且呢 还有一个背包 这边有一个握江啊 握江你要丢去 因为你只能电鞠 这个炮就打掉了 所以黑方这也挺巧 他最近我打出来 这条旗很巧 就是把自己的七六仙还给绑住了 其实这个旗呢 那走到这边 双方进城呢 也不算 嗯 反常 有什么 对有什么 看上去呢 双方也较为合理 这个旗一出 恐怕就跟他一出啊 问题的关键就在这一步棋 对啊 黑方犯了一个 下了一个 知名的错 这时候下了一个G2 黑方呢 这个旗呢 应该走什么呢 应该走G6平9 这是唯一的解冻 对 对桌 这个旗之后的战斗呢 还很漫长 嗯 把这个旗换掉了 哦 如果你回马呢 我可以考虑再去 你回马我可以就去去 炮旗退1就完了 哦 炮旗退1不行 炮旗退1 哦 有一个拐尺 哦 他也等你下 你看回马他可以考虑把炮等 嗯 横着 对对对 那黑方总之呢 应该走G6平9 进行一个交换 那无论走哪一种招法呢 黑方阵型还比较巩固 战线呢 必然是很漫长 对 那结果他 那时代当中呢 黑方就忽略了洪荒 他以为这样没事 这个 一个非常严厉的战斗 这样一吃一吃 看起来洪荒这个沃江并不可怕 因为沃江垫居 你桌居怎么都捉不死 可以把王居脸上 但是 对 黑方想象的是这种常任的手段 对 这样就 垫住 这样累上桌居我就回个室啊 什么这种 回事 没问题 还反捉着你的那个三路马 对 黑方可能觉得这个旗 没事 没这么大事 所以我就 就恰恰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问题了 洪荒 大家 一招就剩 看出来 对 这也是 徐老师呢忽略的一个简单的手段 但是我想 徐老师 这棋 这棋 红荒 有一个敲手 这招棋一出呢 十步前进 嗯 黑方呢 只能够 摇头苦笑 这个棋 黑方再看了看了 大事已去 就是没解了这个棋 要么就丢子了 就是解有 但是这个棋就是差距太大了 对 如果黑方 打掉这个棋 那么现在炮金斯一走 就绝杀了 对 就是 浸泡雅 下不去这个棋子一样 黑方呢 就是说 没有办法去防御 嗯 嗯 这个棋呢 应该说这个 我想啊 这个五阳碑啊 可能跟其他比较还是不太一样 对 嗯 据说呢 这个五阳碑这个比赛这个赛场啊 是安排在这个 中心大舞台 嗯 廣州这个 文化公园 文化公园 对 这个舞台上 大家在下棋的同时呢 这个灯光呢 也打的比较亮 是晚上这个进行了 并且要 这个现场呢 会有很多的观众 嗯 嗯 回来听小川说呢 这个 这个 广东的 当地的这个 齐民呢 也非常踊跃 有一天也去了 成百上千的 这个观众呢 来参与这个 这个 这种比赛 那走到这呢 红红一炮一次 黑方就主动人数了 对 那么这盘啊 超短的队局呢 也就这样呢 带给您 那徐老师在后面的比赛 也越促越勇 获得了两年胜的好成 在最后的第五轮和第六轮呢 终于发力啊 啊 这个为记者的名誉呢 终于是留住了很多面子 嗯 那好 感谢各位起有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